好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雷直炫 是我的最好人的 双双双 谁呀 怕我 是木牙 我是狐狸 哦 狐狸哦 进来吧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呀 是给您送礼物来的 哦 礼物 你给我送什么礼物哦 你的眼神特别好 我给您送世界上 最好是东西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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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好 特别好 这样的眼神感觉就特别好 待会就继续这样的感觉好不好 我是最棒的 加油 各位小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在森林王国里有一只大老虎 它的牙齿可厉害了 小朋友们 你们怕它吗 对呀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也都怕它 只有一只小动物不怕它 你们猜它是谁呀 狗 不对 猴子 对 我告诉你们吧 它呀就是狐狸 你们可别瞧瞧了这只小小的狐狸 它得意洋洋的对大家说 哼 老虎 不就是只老虎吗 你们怕它 我不怕它 我先先把干毛 就能让它乖乖的跟我做朋友 还能把它的牙齿全部挖光 小动物们听完了之后 都笑得全要和 哈哈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你这只狐狸 鸡也吹牛 哈哈 可是狐狸呢 它才没有理睬它们呢 它带着一大包礼物 就去找老虎了 咚咚咚 谁呀 大王 是我呀 我是狐狸 哦 狐狸呀 进来吧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呀 是给您送礼物来的 哦 礼物 你给我送什么礼物 我给您送是介绍最好吃的东西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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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老虎从来没有吃过糖 它抓起一颗奶油糖 就往嘴里塞 好吃 好吃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就这样 老虎吃了一块 又一块 连睡觉的时候 糖也含在嘴里 连牙也舍不得说 可是 老虎过了不久 但夜里 你们猜 老虎怎么样了 对了 老虎的牙齿疼坏了 疼得它指甲坏 哎呦 哎呦 我的牙疼 谁 谁给我薄牙 我让它做大我 哎呦 老虎 森林里的牛大夫和马大夫 一听是老虎牙痛需要拔牙 吓得连医院都倒闭了 就在所有牙科医生都着急的时候 你们猜 谁来了 对了 狐狸大摇大摆的走过来说 亲爱的大王 亲爱的大王 让我来帮您拔牙吧 老虎着急的说 快快快 快点帮我拔牙吧 狐狐狸拿起钳子 咯咯咯咯咯 把老虎的牙齿全部拔掉了 小朋友们 你们再猜猜 老虎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了 对了 老虎现在变成了一只别嘴老虎了 可是老虎呢 它还挺感激的说 还是狐狸好 有过草池 有过巴牙 真够朋友的 狐狸听完 得意的笑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我发现你对狐狸和老虎的声音表情 都是有处理的 是吧 这是你刻意练习过的 我就是通过狐狸很狡猾 然后老虎的话就非常威风 这样子 就你琢磨过狐狸应该怎么说话 老虎应该怎么说话 对不对 但我特别喜欢你 就是通过表情变化 角色转换 而且你转得很快 这个能力真的超强的 很棒的 我觉得你讲故事的时候特别可爱 然后呢 其实这个故事呢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结语 就是它要叮嘱小朋友要刷牙 但是我觉得你讲故事的那个神态 讲故事的节奏 你讲故事的方式 那个表演 好像是给故事增色的 就像这个故事 本来可能会有一点点一般 变得特别好玩 对 其实这个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听过的 对 它也算是一个时间挺久远的一个故事 但是现在听也完全不过时 而且你表现得非常的好 我还听说你还给80多岁的 红军老爷爷讲故事是吗 那你觉得在给小朋友讲故事 和给老爷爷讲故事 这个是有什么区别的吗 那个小朋友的话就是会 有的时候就是会插嘴 我以前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 有些小朋友就会插嘴 然后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那老爷爷的话 就会非常专心的 就会 那小朋友插嘴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就让他插呗 然后你会 但是也不打断你 对 那你会跟他说一下吗 就是你会跟他 比如说我刚才就说 狐狸是个尖嗓子的狐狸 对吗 你会回答我吗 是 有的时候会回答 但是有的时候太无聊了 就不会回答 好吧 那咱们亮 好 老师们亮牌吧 好 请亮牌 过了 过了 谢谢 恭喜你了 谢谢评文老师 谢谢你 谢谢